老人還在醫院 我不太放心 明天再去看看 確認沒事再回去 咱們可以先回去 明天再來 或者是我自己做大巴回去 明天再來行嗎 現在都幾點了 哪有大巴給你做啊 身份證給我 我錢包丟了 我的現金身份證 還有一堆卡都在裡面 想想在哪兒丟的 好像是在醫院 我在醫院大堂還用過 那之後 好像就沒見過了 打電話先掛施吧 明天再去醫院找一找 也只能這樣了 真是太倒楣了 那我們只能開一間房了 一間房 我跟你住一起 一男一女 這樣不太好吧 該擔心的是我吧 你先洗澡吧 洗 洗什麼澡 徐仁 別整天想那些有的沒的 我說過了我不想 我去趟超市 在我回來之前 把自己整理好 你去超市幹嘛 買點生活必需品 去超市買生活必需品 要求你們 容易 自己買的 你不要 要求我們 跟自己的 身材 或者說我們 婚嫁 你 來 你 去 downstairs 你 你呢 在哪儿 我在酒店 你说你在哪儿 我在酒店 钱包丢了 人家也不给我扮入住 所以我现在只能跟方志友 住在一个房间里 不过这个房间 看起来挺不错的 等等等等 倒回去重新说 说重点 重点 重点就是我钱包丢了 不不不 那不是重点 我 不好意思啊 我不应该现在这个时候 给你打电话的 我归安了 拜拜 你先别挂 在 方舟有人呢 他说他去买收货币薯品了 让我先洗澡 我以前就觉得 你这个老板有意思啊 现在是真服了 你说他买收货币薯品干嘛 酒店不都有吗 你真是个小傻瓜啊你 不过好歹他是个 负责任的好男人 你说什么呢 套套 他这买套套了 你别吓唬我 别害羞啊 他这个人脾气虽然臭了点 但是年轻帅气又多精啊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的话 你就张开我外包好好享受吧 瞎说什么呢 不跟你说了 拜拜 我等你好消息啊 等你好消息 闭嘴吧你